林德福委員 直選 主席 還有 與會各列席官員 主席啊 因為本席在上次齁 在 經濟委員會一樣是 這個 您來當主席的時候 本席有要求 農委會 主委還跟我說就是有關於這個 台隆花 他這個到底 他一年領一千八百多萬 裡面 誰誰誰領多少 結果 主委 跟台隆花董事長在這裡答應的 連續啊 八天 一直吹 吹 那個吹 資料要他送過來 連送過來都不要 齁 那我一直認為說 這個裡面 到底 這個人事會用應該是透明公開 那 那個 陳主委也在這裡答應 結果 經過八天 給的是總額 而且 裡面編制有多少人 其他 董事長領多少 總經理領多少 副總經理領多少 一毛錢 都不會 不列在上面 本席就質疑啊 因為本席看那個 有關於 有關於 他們在徵財的時候 那 人力銀行 104 他一個員工 差不多只有五十萬而已 但是 因為今天 台隆花主要是 他虧了百分之五十八 而且 一個繼承的員工一年只零 差不多五十幾萬而已 結果一年花了一千八百多萬 而且他裡面的員工說現在要縮到十一位 目前啦 那本席就質疑說到底你董事長領多少 副董事 那個董事長領多少 總經理領多少 包括副總領多少 連寫都不敢寫 所以說本席要求 主席啊 那個請主委上來 看哪時候把董事長總經理 包括副總經理 那個額度多少 一年領多少 最起碼你要讓本院同仁 大家了解 因為你一個虧損連連的公司 本席要求是合理啊 他為什麼 只能夠框 就是一年領多少薪水 然後 總數而已 然後甚至於 董事長領多少 包括總經理怎麼領多少 主席你來要求 林委員是不是先請 陳主委答覆這個 我們才開始計時 好 先把這個先展 你先把他黏去 他要資料怎麼 因為 過了八天才給資料 好 先打覆 沒問題 而且是書面 尊重主席跟委員的這一邊的詢問 非常感謝委員針對台農化跟台農頭的人事資料跟相關的薪資 我們在上次有特別到經濟委員會這邊 那我有請兩位董事長 而且也依照 他們的財務報表來做說明 我要特別說明的是依照立法院的相關規定 兩位董事長是可以不用到立法院 但是因為他們有 有呼籲重大政策的任務 那也因為外界的關心 所以我請兩位董事長到經濟委員會 這第一個說明 按照規定 他們也可以不用提供財報 我們還是提供了財報 那第三個 我要特別跟委員報告 那一天在質詢的時候我想 主席也是孔招委 那很多有要針對人事的經費的部分 那我本來一開始是說 所以要會後提供 這個有秘密可言嗎 我們會後提供的是整個台農化台農頭 聘了多少人 那人事會用多少 那董事長總經理 各國營事業都可以公開透明 包括銀行董事長國營企業 為什麼唯獨只有台農花不能提供 台農頭不能提供 台農花台農頭不是國營企業 他不是關國過半的 問題都是國家的錢 我在跟您說明 因為他政府持股沒有過半 再來就是那一天 那個是規避啦 董事長 那個主委啊 董事長目前接總經理 那他的這一個 本席要求 當天也有講說 因為董事都有相關的保密規定 因為我不能佔用別人太多時間 主委 會後你把董事長總經理 到底一年年薪領多少 副總經理領多少 你提供 你就提供書面資料給本席 只有這麼簡單而已 因為當天 洪董事長 沒有啊 我現在只有針對這一點而已嘛 我知道 我現在在回應你 董事長一年領多少 總經理一年領多少 了解 對不對 可不可以給我 你告訴我 他們 我可以提供整個公司的人事會用 那因為 個人不能給 個人是因為他們公司有簽保密協定 我無法再一個 這個有什麼保密協定你告訴我 所以 我們很樂意來這裡 這是國家的錢 人民的 納稅錢 也有民間持股 民間民間持股 我們很樂意來這裡 已經請他們來接受 三次我主持會議你說要把整個薪資結構 財報什麼會給 你又提供出來 給主席 然後本席要一問 本席在這裡要求 主委你把董事長跟總經理 那個薪水 對啊 你就詳略清楚 如果要做這樣的一個 因為人是你派的 相關的 這一個 主委 叫一個民營公司 那個主委 民營公司 拜託 人是你派的 這全部都是國家的錢 並不是說 一般私人的錢 所以說我本席為什麼要公開透明 對完全要公開透明 所以我們 可以不用來立法院報告 我們都要請他們來報告 我想這個就尊重 主席 你這個實在是很扯 你說今天一個董事長從今年一年領多少 你本身 身為農委會主委 人是你派的 結果你 連這一點都要保密 那你把立法院當什麼 本來 我們業務單位簽上來的時候 如果是不用這兩家公司 這個你站不住腳啦 我們都已經來這裡報告 而且把整個公司的財務報表攤開來了 那個 那個主席你那要求 反正就是 今天下去 今天是禮拜一嘛 然後 明天後天 禮拜三以前 你要他把那個 整個都列清楚 給 給我們經濟委員會 也給本席一份 好不好 那個 在這裡 做成財事啦 因為 那天 主委有答應說 會後提供 台農發的 這些相關的薪資的 會給 我們經濟委員會 是不是可以把 那你就要提一個總數 各位 本席說要求你董事長領多少 總經理領多少 你連這個你都 不敢公開透明 不是不敢公開 裡面喔 那個 本來不用到立法院 我們都到立法院 而且都 提供相關的財務報告 反正主席又這樣財事 我就根據主席的意思 在這邊互變 這個也沒 那我說我們這邊節省時間 那我就做成這個財事 請農委會 就 提供這些資料啦 好不好 你一定要提供資料 你要是不提供的話 我認為說 這個 這個好像變成 你裡面有很多 讓人家 不可 知道的各種 好像 好了那個 我今天特別強調了 在上次台農話台農頭 有委員質詢是我的小金庫 我說 我們不完全無法接受 拜託 所以我要特別講 這一個部分 我沒有講小金庫 薪水怎麼會是你小金庫 但是我認為說 你身為 人是你派的 當然你就是要有責任嘛 對不對 我們派的 所以我要付 你財事我就接受 所有的承賣 我們現在開始計時好不好 OK 那那個 我請那個 等一下 請那個誰 那個 原委會 的劉副主委 劉副主委 包括你 跟陳主委 好那就開始 來 那個 那個 劉副主委 因為日本湖島電廠 爆炸後為了 降溫冷卻 產生的 這個 核污水 跟我國核電廠的冷卻 廢水 相不相同 你很明確的 講相不相同 你告訴我 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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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叫不相同嘛 因為那個是 核爆又融融 他經過那裡出來的水 跟我們冷卻的水 是沒有融融的 完全不一樣啊 對不對 那 像我們現在 駐日本的代表 我認為他是幫助 日本的代表 不是我們代表 謝長廷釋放錯誤的信息 聲稱說有核電廠 都有排放 核汽水 跟日本決定 排放 湖島的 核污水 幾乎啊 標準就是 沒有問題 其實 這個是把它導成 錯誤的一個 一個方向 原論會 那個劉副主委 你認為 你們 應不應該再花一個新聞稿 來澄清說 日本湖島排出來的 這些核污水 跟我們 現在 這個要降冷卻的水 是不一樣 可不可以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做 相關語情的回應 對啊 你應該要做一個回應啊 做一個新聞稿 讓各界知道啊 對不對 你身為 駐 是 中華民國駐日本的代表 但是那個所言所行 等於是幫助日本 好像變成 日本人的水 包括 日本 副首相 麻生太郎 說這個核污水 處理過 喝了也沒有事 那我認為 那個 副主委 你認為 有沒有事 你告訴我 一般廢水都會排放到海洋 所以一般是應該是沒有人 但是這是核污染的 廢水啊 就處理以後要符合安全的標準 裡面有穿啊 因為我們是 像那個剛剛 陳主委所提的 我是聽不下去啦 為什麼 你今天只有檢測 當檢測已經量過標準 超量 已經造成整個海洋污染 那是一個生態浩劫 對不對 你所有的 漁產品 現在我在外界就聽很多人在講 他們現在 只要 這個 核污水 一排下去 他們以後連魚都不敢吃 這不是生態浩劫嗎 對不對 你只有檢測檢測 檢測有意義嗎 當你檢測已經超標的時候 來不及了啦 對不對 鄰近的韓國日本 韓國大陸 甚至包括其他的菲律賓 他們都提出抗議 我們政府是什麼 軟趴趴的 日本人的歲月 講實在話 你包括行政院也沒有立場 那個 包括 蔡英文總統都沒有立場 這是笑掉人家的大牙 對不對 你身為主管單位 本來你就是要硬起來 對不對 不能讓他排到海洋裡面 那時候已經來不及 你就是 譴測到說 川 已經 這個超標 來得及 可以 可以可以救嗎 完全沒有救啊 對不對 你們身為行政官員 要有 該講的要講 報告委員 原能會有表達反對 原能會 其他呢 長官呢 行政院也沒有立場 蔡英文也沒有立場 這個實在是 真的是 笑掉人家的大牙 這是政府的立場 對不對 你為了全民 對不對 你不能說 軟趴趴的 什麼都不敢表達 我知道 原能會有立場啊 對不對 但是 其他你包括農委會 你們不是只有檢測而已啊 對不對 謝謝委員 詢問這個議題非常重要 我是希望說強烈的表達 該反對就是反對 跟委員報告 那個沒有迴旋的公平 我們政策目標非常清楚 就是確保所有的水產品安全 確保所有的漁民 但是 那個主委我問你 今天你要是檢測 已經超標 有補救機會嗎 那個移民全部都 欸 移民就垮啦 所以 移民抓來的人 還能整理 到底會不會超過相關的標準 所以這時候就要開始來 做相關的工作跟準備 當你喔 檢測到時候已經超標來不及了啦 那就生態浩劫啦 我們當然 要讓他在沒有麻省之前 如果是有 所謂的超標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會採取所有的事先的方便 而且這個是一個 跨國的一個國際的一個非常重要大家在關注的議題 來 我再請教 國內 養豬產業 重點就是一頭豬每日 泡水 超30公升 但是現在啊 因為 最近乾旱 地下水 都超抽 那中南部 尤其 會影響很大 端午節馬上到了 去年喔 我們都知道那個豬 漲到一公斤 80塊 那今年 會不會更嚴重 各位報告我們現在的價格是在一個合理的水準 大概每公斤 72塊 上下 那 因為今年年初 黃豆玉米價格有漲 所以其實農民養豬的大概 這樣的情形下是還有一點的利潤 那端午節的部分本來就是屬於一個季節性的這個波動 那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都會讓價格維持在消費者跟農民都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個主委 最後一點點議題 就是因為你現在因為雲林 這個還沒有限水嘛 那根據監測 漢象以來 這個雲林部分 地層下限 要是超抽的話 這個對高鐵 行車的安全是產生很嚴重的一個 衝擊 那我認為說地層下限的速度 是不是請農委會 再給本席一份書面資料 說明農委會針對養豬產業 節水補助 的相關措施 好 還有下一份資料 委員這個非常重要我們這次的百億基金裡面 就是有針對 畜牧場的時候 他用隔層啦高床的這樣的飼養方式然後他用水就會減少 那用水減少以後的排泄物要再做早氣化電或是其他用途會更好 我們很樂意來 提供給委員說只要採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節省多少的這樣的一個 水的這個使用量 那雲林地層 下限的部分其實跟養豬比較沒關 謝謝 謝謝啦 只要沒有關當然最好啦 我們很樂意提供相關資料 好謝謝委員 那就請提供相關資料 好下面請